阅读文章前辛苦您点下关注 便于探讨和分享 为了感谢您的支持 我将每日更新优质内容 前言 三峡大坝 这座耸立在长江上的巨型水坝 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变迁 1994年动工 2003年开始蓄水 2006年正式建成通行 至今已运行20年 当年花费2500亿修建这座世纪工程 如今20年过去 我们不禁要问 这笔巨资是否已经收回 三峡大坝的建设意义是否超过了经济价值 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 其效益究竟如何 渺小的收入 三峡大坝的修建投入高达2500亿 这在20年前可谓添文数字 至于能否收回成本 当年也颇有争论 一直以来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作为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大坝建设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支付混凝土 钢材等建材和先进设备 还需配套大规模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人员搬迁安置 仅搬迁安置费用就高达数百亿元 2000多亿元的投资是否能回本 主要看三峡的发电收入和旅游收入 这20年来 三峡累计发电1.6万亿千瓦时 按0.25元每千瓦时计算 共4000亿元收入 这还只是按照居民用电价格计算 实际电价要高一些 另外水利发电还有调节风股电价的作用 这部分收益难以量化 平均每年接待200万游客 每人消费300元计 20年旅游收入约120亿 但近几年游客数量有逐年上升趋势 去年接待游客已达300万人次 同时人均消费也在缓慢提升 预计今后旅游收入将更高 可见20年运营下来 三峡的两项收益 合计刚刚赶上投资总额 当然这些收入中还需扣除维护和人工成本 要完全收回投资 至少还需5到8年 但以收入论三峡犹如以票房论电影 实在狭隘 巨大的价值 三峡不仅攻在当代 立在千秋 它所带来的民生改善和区域发展 是我们这代人留给未来的重要财富 虽今日收入微薄 但三峡价值所在 非金钱所能估算 在大坝建设之前 长江中下游每到汛期就会遭受毁灭性洪水的侵袭 仅1988年一次特大洪水就导致超过4000人死亡 近60座城市受灾 损失高达上万亿 大坝建成后 这一局面彻底改变 三峡大坝就像一名忠诚的守卫 时刻注视着江水的涨落 它计算着江水的容量 主动调节水库的存量 在江水暴涨之时 三峡大坝会开启闸门 腾出上千亿立方米的空间 来接纳汹涌的江水 哪怕必须放弃部分发电的收入 三峡大坝也毫不犹豫 它只想守护下游的生命财产 让群众免受水患的伤害 15年过去 长江下游再也没有出现过灾难性的洪水事件 这份幸福无以言表 这样的安定究竟多么宝贵 同时 三峡大坝也肩负其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三峡大坝的建设优化了我国能源结构 每年可为国家节约6亿吨标准煤 减少20亿吨碳排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三峡枢纽正以实际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此外 三峡大坝建成后 还大大地促进了长江流域的航运业 直接帮助长江沿岸的工商企业提高了运输效率 也带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 同时吸引游客四方来峡 带动餐饮住宿等服务业蓬勃 可见三峡不仅自身效益巨大 还能创造显著的外部经济价值 最后是在精神层面 三峡大坝的建设 凝聚了无数普通劳动人民的汗水与智慧 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万众一心的伟大国魂 正在向世界昭示着中国力量的崛起 可以说三峡大坝创造的价值 早已远远超过了其自身的建设成本 它不仅拯救生命更提升生活 它是人民共创的工业也是人民共享的财富 三峡工程 三峡大坝一项伟大的国家工程 也是对中华民族团结的最好诠释 这项工程最初由孙中山先生提出 写在1919年的建国方略中 然而由于当时国家动荡的政治环境 三峡大坝迟迟未能开工 直到20世纪80年代 这一宏伟梦想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80年代中国组织的几百名水利和地质专家 展开头脑风暴 对三峡大坝的定位和设计进行反复论证 防洪、发电、移民、生态都是他们需要考量的因素 其中防洪和泥沙淤积对大坝的影响尤为关键 经过反复比较 专家认为只有修建大坝才能有效利用长江资源 保护中下游百姓 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了三峡工程 1994年动工新建 上下万名工人和专家前赴三峡 以满腔热忱投入这项国之大业 12年的施工历程中 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奋战在工地一线 与疾风咒语展开殊死搏斗 他们中有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只为早日完成三峡工程 这个百年梦想 每一块混凝土 每一处旱街街缝 都凝结着中国人民的心血和汗水 2006年三峡大坝正式建成通水 长江的怒涛也终于被驯服 三峡大坝全长2000米 高185米 蓄水量R393亿立方米 其规模之大 世界罕见 更令人欣慰的是 三峡大坝不负国人厚望 发挥了重要的防洪、发电、航运功能 切实保护了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这座大坝就像一位勤劳善良的母亲 无私的守护着江河两岸的儿女 让他们生活在和平与安宁中 结语 三峡大坝的建设 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奋斗精神 也展示了中华民族面对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能够超越一切苦难 团结一致的伟大国力 今天 三峡大坝已成为保护中下游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屏障 也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源 它的辉煌不仅照亮长江 也照亮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道路 我们要铭记建设者的奉献 继续努力以两山的志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感谢您阅读到这里 关注灵硕另说 每天给您带来精彩内容 百分之二 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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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